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一个房子一样 男人是外装修 女人是内装修 古人常讲家和万事兴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还充满了科学 你想一想 人其实是不怕困难的 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 我们都能咬牙挺下去 可有一点你不得不怕 烦躁 烦躁是什么 烦躁是心神不宁 是白找挠心 它比单纯的痛苦还要痛苦 一个家庭积犬不宁的 你做什么都没有心情 做什么都不顺 很多人把家庭不和 事业不顺 怪到风水上面 其实本质还是自己有毛病 以及老婆有问题 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好 别一便秘就怪地球 没有吸引力 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和睦 而和不和睦的基础是夫妻是否恩爱 夫妻是否恩爱 一方面是单纯的爱情 另一方面就是两个人的言谈举止 行为休养 这些东西是否相得一张 而忘夫的女人就是可以让家庭和睦的女人 让老公上情顾家的女人 你说 你就单纯地图个开心快乐 那忘不忘的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 忘夫的女人跟人们刻板印象里那种大家闺秀 或者小家避遇不同 忘夫的女人 未必是传统观念里讲的那种贤惠 帮男人打下手 解决厨房和厅堂的问题 饭做得好 家打扫得干净的那种小女人 恰恰相反 忘夫的女人不是小女人 而是大女人 所谓忘夫的女人其实也是有很多共同点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地列举一下 1.有大脾气 为什么说是有大脾气呢 大脾气是相对小脾气的 小脾气是个女人都有 甚至说是个人都有 小脾气是指那些 比如你约会迟到了 你不接电话 你做的事对我不利 让他生气 让他发脾气 而大脾气是指 你做的是对你 对你们 对这个家庭不利 比如你懒惰 你食言 你对这个家庭不负责等行为 他生气 发脾气 这叫大脾气 众所周知 孙丽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 他拍戏对自己要求很严 在婚姻中更是对对方严格要求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强势 才能把邓超打造成三好男人 他外出喝酒 会和妻子抱贝 更会在酒醒时乖乖地 把等等和小花的衣服洗了 来抚平妻子的怒火 他当导演 演戏 事业越来越好 却依旧坚持 我就是怕老婆 我保证不出轨 他在外能撑起一片天 却愿意在家把老婆宠撑一片天 而也正是因为这份爱 两个人才能经营婚姻九年 却能把每天都过得像初恋 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女人管着你 你才不会放纵 你才不会偷奸耍华 想干嘛干嘛 连皇帝都需要这样的人管理和提醒 更不要说我们普通人了 所以说 如果有个女人因为你的事 这个家庭的事而对你生气 对你发脾气 你还是要尽可能地接住她的脾气 因为她这是在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女人成熟得早 一般同样是20岁 很多男的还在天真浪漫地玩耍 根本不知道责任为何物 根本不知道家庭 未来 压力这些东西 而很多女人在20岁 已经把未来想得很清楚了 要嫁给什么样的人 什么时候生孩子 孩子怎么教育 他们都提前想清楚了 而旺夫的女人 就是对未来 对生活有很好的规划的 这些东西男人可以 不爱想 也想不清楚 所以找对了女人 其实就是找对了人生的方向 反过来讲 如果你找了一个只知道依附你 什么都听你的 完全没有想法的女人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舒服 但当你迷茫 当你落魄的时候 她可能比你还更受伤 这种受伤很可能会导致她离开你 因为她发现你已经不值得依靠了 三 有独立性格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自己的事 没有自己个人的追求 那这个家庭要幸福 只能碰运气 独立太重要了 大到国家 小到个人 要是不能管理好自己 做不了自己的主 麻烦可以说是天天都有的 而所谓忘夫 就是最起码在自己的世上 不要给对方添麻烦 要是夫妻俩互为累赘 那日常吵闹 甚至婚姻破裂 可能也是早晚的事了 四 有花钱的本事 为什么也会花钱的女人 越忘夫呢 你会发现 许多有钱人都是宠妻狂魔 男人越宠妻子 女人越可爱 家庭越容易美满 男人的事业也就越顺利 这就是因为思维决定命运 对妻子越挑剔的男人 一心想着让女人省钱 能少花一分是一分 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上进 去钻研如何挣钱 志气上就矮了人家一大截 事业上也不会有太多的作为 男人不想给妻子花钱 只想着如何让他省钱 反而会越来越穷 谢娜和张杰的爱情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生活中张杰无时无刻 不透露出对谢娜的宠爱 只要是娜娜喜欢的 她都会满足她 在感情和金钱上 谢娜都能够得到足够的满足 所以张杰的视野 才会那么顺利 洋溢 幸福的笑容 电视剧《都挺好》中 高薪扮演的苏明哲 曾说过一句话 钱是赚出来的 不是省出来的 一个男人要求自己的女人 省这省那 其实最后什么也省不出来 因为一味地省钱 不会有太大的收益 唯有懂得理财 混心求挣钱之道 生活才会越来越美好 会花钱简直太重要了 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误以为 我们有天大的本事 钱这种东西要靠挣 攒是攒不了的 但是当你逐渐有了年纪 你就会发现 钱越来越重要 因为钱确实很难挣 而且越能挣钱 就要越会花钱 五 和男人互补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 在能力 性格等各方面 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 当然也并非是缺陷 比如有些人大事不含糊 小事就处理不好 但有些人做事很谨慎细致 但又比较保守 不愿冒险 这两种人 你也不能说哪种更好 当然也不算什么缺陷 只是这两种人 如果做成夫妻 而且能互相支持和理解的话 那进则可以荣华富贵 退则可以衣食无忧 不像假如两个人都很激进 做成了倒是好 做不成的话会摔得很惨的 以上就是望夫女人的五个特点 望是一方面 夫也很重要 毕竟烂泥扶不上墙的例子 也有很多 而且不要把望夫的女人 看成是温柔贤惠的女人 让男人称心如意的女人 之前我也看过很多 关于婚姻家庭的内容 他们几乎都把望夫的女人 朝着贤惠这个角度去写了 但是贤惠的女人 就能望夫吗 那可不一定 就像你上班也好 你创业也好 舒舒服服的能搞到大钱 能办成大事 哪个挣大钱做大事的工作 是让你舒服的 同样的道理 其实能够望夫的女人 很多时候都是让男人不舒服的 但是如果没有懂事的男人 这个世界根本不会有望夫的女人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男人 每天就是混日子 软硬不吃 你说哪种女人能帮你成功 归根到底 所谓望夫的女人 本质上还是望家 她的一切心思 都是为这个家考虑 为老公 为孩子 当然也为自己考虑 这是她的基本出发点 她在为这个家的命运考虑 说一千到一万 望夫这回事 望只是外因 而夫才是根本原因 想骨不用重锤敲 敲重点还是会更小 而破骨只会越锤越烂 锤得越重 烂得越彻底 如果你嫌弃你老婆 没有忘你 先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再说 也不吃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